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想念飯糰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證明的樣子 這家店最近在網路上很火紅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傳說是有這個猛男帥哥 但是目前是沒看到 店員講說今天老闆沒有來 帥哥你好 我想要那個花椒皮蛋 對 然後你們今天有那個湯包嗎 有那個湯包我先點現真 喔好 那我想要那個花椒皮蛋湯包 醬 你好 對 不用 可以用載具嗎 我們是沒有發票店家 OK 好謝謝 現點現真所以要稍後一下 好 那這邊是全過菜單 好那就想像一下喔 因為這個小姐速度很快 飯糰都包好了 就在這邊包 好那有別人點飯糰呢 好那就看一下這個飯糰怎麼製作的 好那要先撐重 好的 好那我記得 這應該是來說 好那太多了 好那它就好 你先支撐開 那快 dab 好那一個 好那我現在已經拆了 我很想要拉著 這個是打包 打包豬肉拌 好 謝謝 要開箱試試看 好 那這個就是想念飯糰 先去試試看 花椒皮蛋飯糰 就長這樣 還蠻特別的 有這個皮蛋跟花椒香 有這個濃濃的 皮蛋跟花椒香氣 會香跟麻 還有皮蛋香 這希望各位朋友看得清楚嗎 還不錯喔 裡面還有豆干 喔 算蠻特別的喔 喔 還有酸菜 喔 還不錯喔 蠻特別的喔 我最近常忘記把我導航的手機拿下來 好 算好吃美味 然後但是 飯量我覺得稍微精緻了點 蠻特別的喔 皮蛋飯糰 這是我第一次吃到的 欸 應該第二次啦 第一次是在大同區的那個阿嬤飯糰吃到 好 再來是這個想念飯糰的湯包 好 可惜沒有拍到帥哥老闆 他是有這個 滿滿的皮蛋醬 我把醬料放旁邊 還有這個醬油跟醋 去看 好的 先就嚎一嘗嘗嘗看喔 滿滿的皮蛋 欸 這個湯包好像 口味特別啦,但是這個湯包我覺得 應該不是馬上做出來的 但這個湯包的口味也算特別啦,有濃濃的皮蛋醬 個人會比較推薦飯糰,個人 好,所以這個聰明的朋友就都是選飯糰 我傻瓜你聰明,你就知道怎麼選哪一個囉 OK 好,推薦吃飯糰,那各位來就煮用上一塊,掰掰 好,老實說沒有吃飽,那就到龍城市場再吃一點點 好,那今天就吃這個上海小籠包 好,感謝 好,OK 它的個頭就很大顆 有消眠洗筷嗎 好 好 好,OK 好,總共110 好,那現在可以看到他們在包小籠包的樣子 好,這也是有熔過500碗的店家 好,那170加110等於是280 好,但是我知道 我有粉絲是不喜歡這家小籠包 哈哈 好,它就像小包子的感覺很扎實 好,蔥薑口味 好,就傳統型的啊 好,就傳統型的啊 好,肉汁稍微少一點 然後,皮比較厚 好,肉汁稍微少一點 然後,皮比較厚 它是比較扎實的啊 它是比較扎實啊 比較像一個小丸子 好,這樣應該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它裡面的肉餡是很精緻 好,那個人覺得不錯啦 好,那好不好吃就看個人 但是這個管飽 好,一龍就吃得飽飽飽飽飽飽 好,不錯啦 這個伯伯媽媽買的花花草草很漂亮 好,那就簡單逛一圈 它以前曾經是這個像眷村的菜市場錄天的 好,現在這邊就是分一二樓 好,那我就簡單的一樓走一圈 它這邊就是很有名的又一圈 我現在還沒有吃飽上班了 好,那就這樣子逛一圈了 好,在上二樓的話就有這個肉類 好,那以上兩家提供給各位 那就好壞請自評 自行判斷要不要去吃 那各位來就祝用餐愉快 掰掰